小帶寧關心道 台北市松山區福遠街這一帶 出現了飆車族 將近30輛的改裝摩托車 在大街上禁塑狂飆 不但沒有戴上安全帽 還做出了危險動作 造成了整條街道 弥漫著白煙 讓民眾氣炸了報警處理 不過警方趕到現場 沒有強制逮捕反而是驅趕 最後只開出了三樁拔單 按住煞車瘋狂轉油門 輪胎摩擦燒出白煙 特技表演的地點 竟然是台北市福遠街 冰江界一帶 沿路翹狗鏈 最後還變花招 三個一組把紅燈當倒數 3 2 1往前衝 競速飆車好幾輪 其中一組甚至全部 沒戴安全帽 該裝機車全都出龍 聲音震天嘎響 將近30輛摩托車 嚣張亂飆 民眾氣炸了 此風不可掌 這不應該是這樣 你抓到又怎麼樣 如果它是無照 它不是什麼的 它的罰款金額也不高 警察又沒看到 生氣不是沒有原因 警察到場只有驅離 算一算 1 2 3 數十輛飆車組 只攔下三部車 沒辦法 低一點 你可以不用跟著飆 沒有飆 但是你不能騎車 你沒有駕照 你怎麼可以騎車 你剛剛一路又騎 進行機車道 差不然攔下 那你這個交換一下 沒有吧 你們剛剛是因為 我在那邊這樣 你們擋住 我想說怎麼了 形同封街的 集體飆車行為 警察攔車 開了無照駕駛 行駛進行車道 還有車牌遮蔽三張罰單 持續調閱入口監視器畫面 依違規事實治單 交用法規裡最高可以罰9萬的 競速罰單 一張都沒開 民眾心怕怕 就怕執法慢吞吞 讓住家附近 撐了治安死角 記者劉此胡偉倫 台北報導